字幕提供 一把题有一题都从选择题 五个选项中已知有两个选项是对的 那我完全答对得五分 答错一个选项得三分 答错两个选项得一分 答错三个选项以上得零分 如果要用猜的 请问应该猜一个选项 还是两个选项 才会使得该题的期望值比较高 此时期望值为几分 那题目是我们在座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表格 那说明了各种情形 那么题目说是猜一个选项 还是猜两个选项 它的期望值比较高 首先我们来看猜一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来计算它的样板空间个数 NOS来表示 意思也就是说五个选项中 我们猜一个 所以它的样板空间个数得到是5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它可能的情形猜一个的时候 可能猜对 或者是猜错 所以假设原来 两个选项是对的 三个选项是错的 所以两个选项是对的 三个选项是错的 所以我们如果猜一个的时候 猜对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猜对的 那么总共就会得到四个是对的 那么一个是错的 所以它的得分呢 只错一个选项 那么因此得分 那就是得三分 我们再来看呢 它如果猜错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得到对的是两个 那么一共错三个 错三个选项 那么得分呢 是得到零分 我们再来看呢 它的个别几率 那么猜对一个的时候呢 样板空间是5 那么猜对一个呢 两个里面 我们猜对了一个 所以C2取1 那么因此 几率呢 就是五分之二 那么另外这种情形 几率呢 就是1-5分之二 得到五分之三 那所以呢 我们来计算一次给同学看 样板空间是5 那所以呢 它猜错了 猜错了 C3取1 所以呢 我们得到它的几率 是五分之三 接着呢 我们再来算 猜一个的时候 它的期望值 我们利用呢 1猜一个的时候 所以S1 来计算它的期望值 那么期望值的计算方法 就是呢 几率乘上它的得分 那所以呢 几率是五分之二的时候 得分数呢 是三分 再加上呢 几率是五分之三的时候 得分呢 是零分 所以计算结果呢 我们得到期望值 那么得到呢 是五分之六 接着呢 我们来看 拆两个选项的情形 所以呢 我们也在作标平面上 来画一个表格 说明呢 拆两个的各种情形 那因此 我们首先来计算呢 它的样本空间个数 NOS 来表示 ECE就说呢 C5取2 所以呢 计算结果得到 总共有十种情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事件 那刹事件呢 可能有三种 猜对两个 猜对一个 跟没有猜对 所以呢 第一种情形 那么猜对两个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二三四五 五个选项全对 所以呢 五个选项完全答对 得分数呢 就是五分 那第二种情形呢 是猜对一题 那么猜错呢 一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是对三题 那错两题 所以呢 错两个选项的时候 它的得分数 那么就是得到呢 一分 那最后一种情形呢 它是猜错 两个选项全错 这个时候呢 它只有对一个 错了 一共错了四个选项 所以呢 错三个选项以后 得分数 那么就是呢 得零分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个别纪律 所以呢 样本空间总共是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个全猜对 所以吸二取二 那么因此呢 纪律就得到是十分之一 那么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猜对一个 猜错一个 所以呢 样本空间一样是十 那么猜对一个 意思就是说 吸二取一 猜错一个 所以呢 我们把它乘起来 那么吸三取一 计算结果呢 得到几率是十分之六 那么最后一个情形呢 是两个全猜错 所以样本空间是十 两个全猜错 吸三取二 所以呢 计算结果得到几率呢 是十分之三 我们再检查一次呢 几率是十分之一 加十分之六 加十分之三 总共加起来几率是一 那表示呢 我们的几率 那么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呢 我们再来计算它的期望值 这个时候 期望值呢 我们就用1 of呢 s两个来表示 期望值呢 那么就是几率乘上得分 所以几率呢 是十分之一的时候 得分是五分 加上呢 几率是十分之六的时候 得分呢 是得一分 再加上呢 几率是十分之三的时候 得分呢 是得零分 所以呢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 它的期望值是十分之十一 十分之十一的意思 那么就是等于1.1 我们来比较这两个大小的时候 所以呢 五分之六 我们把它写成小数的时候是1.2 那么因此呢 我们计算结果 猜一个的时候呢 期望值是1.2分 那么猜两个的时候呢 期望值是1.1分 所以题目说呢 那么应该差一个还是两个 我们计算结果呢 那么应该是差一个选项 这个时候呢 期望值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期望值多少 计算结果呢 我们得到它的期望值 那么就等于呢 是1.2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